林宇扫了一眼屋子 发现韩冰几乎找的地方都找了 眼中不由闪过一丝失望 会不会他根本没有在这里设置暗阁 韩冰有一些疑惑地问道 他借助张艺堂事先秘密潜入张艺红办公室 除了为了惊动张艺红 还想趁机找出一些有关张家的秘密 因为张艺堂知道张家核心的秘密实在是太少了 一个人在自己情人家都设暗阁的人 会不在自己办公室里设置暗阁吗 林宇眯了眯眼睛继续说道 再说了 你找遍每个角落都没找到的保险柜 你试想一下 这么大的企业老板办公室里连个保险柜都没有 你不觉得可疑吗 上次林宇去张艺红情人家夺剑的时候 那可是亲眼见到张艺红情人家隐蔽的暗阁 知道张艺红设置暗阁很有一套 所以他无法一眼发现也实属正常 你知道这屋里的暗阁吗 韩冰突然转头沉声冲张艺堂冷声问 张艺堂面色一慌 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我真不知道 我跟你们说了 我大哥只吩咐我办事 其他的很少告诉我的 韩冰皱了皱眉头 扫了一眼办公室 打算再次搜寻 但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了一个低沉的声音 似乎正在打电话 声音越来越近了 我我大哥 张艺堂立马便变出了这个声音 是他大哥 神色不由一荒 张艺红要是知道他吃里爬外 带着林宇他们前进自己办公室 肯定会勃然大怒的 但是他也是迫于无奈 而且自己三根手指 还是因为他大哥断的 那也算是互不相欠 张艺堂猜得没错 门外正快步走来的 就是他大哥张艺红 张艺红此时正拿着手机 跟他父亲张又安通着电话 满面春风 放心吧 爸 魔鬼的影子已经跟我联系过了 他今天已经成功复活了过来 而且从韩冰的眼皮子底下逃了出来 电话那头张又安听到这话 也是顿时松了口气 颇有一些感慨地说道 那就好 死而复生 我闻所未闻 真是神奇啊 不愧是神人哪 爸 这一次我们可真是见了个大宝贝 对何家荣而言 魔鬼的影子 简直就是个无法毁灭的核武器 他杀一次 魔鬼的影子就复活一次 早晚有何家荣被反杀的那一天 张艺红满脸得意 此时他的助理突然快步走了上来 告诉他办公室里有人 他立马白白手指指办公室 示意助理有事 一会儿直接去办公室回报 接着他快步走到门前 用钥匙打开了办公室的人 一边继续对电话那头张又安说道 而且您不知道 据魔鬼的影子说 当时韩滨看到他的时候 神情震惊无比 甚至都忘了躲开他拍出的一巴掌 我估计等韩滨告诉何家荣之后 能够直接把何家荣这小子给吓尿 因为打电话打得太过投入 他也没有发现办公室的门锁已经是打开了的 拔出钥匙之后 直接推门走了进去 不好意思啊张大少 让你失望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并没有被吓尿 真的没有 此时林宇正坐在张艺红宽大的办公桌后面 那张皮质的转椅上 笑眯眯地望着开门进来的张艺红 淡淡说道 我身体很好的 我不像你 动不动就大小便失禁 很显然 他将刚才张艺红在门外的话 听了个一清二楚 张艺红听到这个声音 面色瞬间一变 猛地抬起头来 看到座位上的林宇 他顿时一惊 张了张嘴 他万万没想到林宇 竟然会突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 未等到他反应过来 他身后窜出一个身影 一把将他手中手机夺过来 按掉了通话 同时迅速地将办公室的门锁死 张艺红下意识地反方向一跳 双拳一架 做出防御姿势 随时准备出击 不过 等他看到那人是韩冰之后 脸上的颈背之色顿时松懈下来 面色一沉 冷声说道 原来是军情处的韩大长官 真是没想到啊 堂堂的军情处中队长 竟然也做这种偷跑人家办公室的无耻勾搭 你理解错了 不是我们偷偷摸摸进来的 是你弟弟带我们进来的 韩冰面无表情地说道 哥 我 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张艺堂急忙冲自己的哥哥解释 张艺红转头看了自己的弟弟一眼 颇有些意外 不过也没多问 继续沉声冲韩冰说道 就算是我弟弟带你们进来的 那你抢我的手机又是怎么个意思啊 根据我们的情报 怀疑你与世界杀手排行榜第二的杀手 魔鬼的影子有来往 所以我们依法过来调查你 韩冰沉着脸冷冷说道 张艺红 你可知道 魔鬼的影子在我国也是重大的通缉犯 你跟这样的人来往 我们完全可以直接抓你回去审讯 张艺红面色一沉 转头望了林宇一眼 以为是林宇告的密 毕竟初一那天晚上 张艺红为了救自己的弟弟 曾经承认过 魔鬼的影子是自己雇佣来的 不过 他仍旧不以为意地扫了韩冰一眼 吃笑道 哼 你们这么说可有证据 我知道你们军情处权力非凡 可以在没平没剧的情况下 带人回去审查 可是你们可别忘了 我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 他说话的时候 带着一丝张狂 确实 他是张家的长子 韩冰就算把他带走 也要考虑考虑后果 谁说我要把你带走了 此时林宇躺在皮质转椅上 翘着二郎腿悠悠地抓起了办公桌上 一块用作百饰的百玉玉翁重 他缓缓地在手里转着 淡淡说道 我这次来呢 是想让张大少帮我一个忙 张一红看到林宇手里 把玩着玉翁重 他神色瞬间一变 神情无比紧张 沉声说道 你先把他放下 哦 张大少这么紧张 莫非这东西真的不成 林宇神情平淡 瞥了一眼手中这玉翁重 所谓的翁重 就是古代雕刻坟墓前守墓的石人 既然翁重都能够守护宫门坟墓 所以古代雕刻出玉翁重 随身佩戴 曲鞋 臂膜 尤其是在汉代特别流行 而张一红桌子上的这块玉翁重 采用的是典型的汉八刀雕琢方法 其色仓骨 面部 纸琢眼和口 仅用三至五刀 短阴线雕刻而成 成道品字形 它的颈部和腰下 所用的都是彻刀法 使颈部和腰下部出现平塔 呈三角形斜平面 让头部更为的明显 同时腰部有轮廓感 服装下摆呈基隆状 是汉代翁重的风格和特点 并且所用的玉料是深青色的 局部有花白色的沁斑 典型的上乘预料 废话 张一红冷哼一声 扬着头极为狂傲地说道 哼 这种橙色的汉代玉翁重 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 你能见到 就已经是你莫大的福分了 他这话可不假 他桌上这块翁重 那只真是汉代珍品啊 而且是其中的上品 是真的价值连城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